大家好,我是阿莎,現在的艾連近晚,不如說說走花市 有一宗報導說黃大仙年三十晚豐苑取消公眾上頭駐鄉 夏衛伊黃夏衛考慮改行維園花市 香港人都很習慣新年去黃大仙上頭駐鄉祈福 而且視之為每一年開運 每年農曆年三十晚,善信都會搶閘黃大仙上頭駐鄉 即使去年爆出武漢肺炎,善信都會戴口罩來 其實去年受到疫情影響,上鄉人數大減九成 黃大仙的息息縣今天宣布取消連三十萬公眾入院上頭駐鄉的儀式 屬於息息縣創立以來在九九年是首次的 當日只開放下午四時半就開始豐苑 公眾和傳媒都不能進場 將由香港電台直播止夜上香的情況 而息息縣亦會直播這個儀式 夏衛依今天收到風圓的消息 他跟記者說 很可惜年年三十晚都會出動成為我的習慣 疫情影響沒辦法,立了春就是牛年 只要神心何時去黃大仙都可以 不過最重要是大家為安全身體健康著想 今年不能去黃大仙上頭駐鄉 他笑然不排除去維園花市抽熱鬧 黃夏衛依今年在Facebook預告 年初一會去拜黃大仙 他說今年年三十晚雖然不能裝上頭駐鄉 不過香港的老百姓不要那麼失落 為了令香港在無奈時帶點希望 他的經理人Simon幫他安排在年初一下午三點 以牛魔王的衣著為香港市民裝香祈福 他叫大家放心,希望在人間 訪問立即說,看看夏衛BB的新年裝扮 都是很多人的重要賀年節目 不如說說夏衛依少少資料給你們認識 夏衛依出生在1930年 他是香港已故的名人 胡八全的第二個妾侍 胡八全的父親就是胡希堂 就是香港開埠最早期發職的富商 胡八全本人是一位律師 即是香港很著名胡八全律師事務所 胡八全先生曾經在七十年代 擔任過香港市政局議員和立法局議員 這些公職的 他和王夏衛認識時已經四十多歲 已婚和已有三個子女 年輕時的夏衛依貌美如花 身材就像胡佬一樣 胡八全先生被他深深吸引 因為男的遇到他時已有家室 所以不能夠明正元順和他在一起 雖然不可以正式過門 但他們也大排賢席 當時夏衛依身穿群垮做足儀式辦一場婚禮 夏衛依雖然得到胡八全先生的寵愛 但由於沒有法律效力 所以被正式女兒申請禁制令 不准他們以夫妻名義出席公眾場合 但回顧舊照片 夏衛依的確是備受寵愛的一位 由去到馬場撈頭馬出席大小場合 夏衛依總是陪伴胡八全身邊 但隨著胡八全先生因為病而過身 夏衛依和胡八全先生這段超過50年的親密關係 因此而終結 包括在他經濟上所有的供養 隨著胡八全先生過身 他經濟沒有人支持 但他這個人真的很有毅力 因為他能夠令很多廣告商對他垂青 找他拍廣告有時參演慈善的表演唱大戲 在2012年開始 夏衛依開始非常關心社會議題 所以很多網民稱之為夏衛BB 我自己很喜歡夏衛依 因為我覺得一個人有自己那一套 但被人笑他都是我行我素的 我很喜歡他這一點 而且他這麼有毅力 你猜上頭炷香容易嗎? 打扮到鬼 然後就要半夜三間起來在那裡排隊 雖然可能他有經理人和他安排 但一把年多去到這麼逼人的地方都會害怕 所以這些我行我素的人 夏衛BB的感情生活 都是依然幸福的 他現任的丈夫就是亞洲賽車之父 就是潘炳烈先生 夏衛BB仍然得到他現任丈夫的重幸 所以夏衛BB有空開討論 做女人如何得到男人的寬心 夏衛依或經理人幫他預約了 初一會去黃大仙拜神 但他就說如果不能上頭炷香 可能他就會轉戰去銅鑼灣維多利亞公園 行花市 不如我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年2021年的花市 官方的有15個場 第一個是銅鑼灣維多利亞公園 第二個是東涌達東路花園 第三個是深水堡花墟公園 第四個是深水堡長沙灣遊樂場 還有觀塘的觀塘遊樂場 黃大仙的摩士公園 葵青的葵涌運動場 荃灣沙咀道的遊樂場 大埔天后宮的風水廣場 北區的石湖區遊樂場 屯門的天后廟廣場 西貢的萬宜遊樂場 張君澳的寶康公園 沙田的圓和遊樂場 和元朗的東頭工業區的遊樂場 不如我又跟大家說說買蓮花 有12種推薦給大家 第一個是桃花 桃花寓意大展紅圖 象徵著好運的愛情和祝福 催旺人緣和恩緣的意思 在購買的時候 買桃花要細心看一棵樹的形狀 也嘗試在桃花繞一圈 細心看不同角度觀賞 桃花的形狀是否一樣 如果買回家時 還有整棵桃花都開滿幾十朵的花蕊 這樣才會為之一棵好的桃花 第二你可以買就是八盒 它的寓意就是八時合二時事如意 新一年每一件事都合心合意的意思 選購八盒的時候 最好選擇三至五個花包 花枝要堅挺有力 這樣就為之好的八盒 第三選擇菊花 寓意是多幅多售金銀滿屋 選購菊花的時候 要注意選擇不要太迫的花枝 枝葉方面 要挺直和翠綠為佳 如果買劍蘭的話 它寓意是順順利利 買劍蘭的時候 要觀察整棵劍蘭 要夠高大 還有多少花蕊 看看花瓣的顏色是否鮮艷 在富貴竹方面 寓意花開富貴 足部平安和大吉大利 在選購富貴竹的時候 要留意枝葉是否貌性 和顏色是否翠綠 還有就是銀樓 選擇銀樓 寓意是家中有銀 買銀樓的時候 看看花包外觀是否整齊 看看那棵銀樓頂是否太乾 如果過太乾就不好 還有一個叫法財樹 寓意招財進補 亦在選購的時候 留意樹生的姿態 優不優美 樹葉的綠色是翠綠為佳 另外就是玫瑰蘭 寓意帶來幸福 在選購方面 要八成開花 要整齊生長 而花瓣要朝著不同方向 也要細心留意葉徑中 有沒有殘餘的花梗 因為如果那棵玫瑰蘭 曾經開花 選出來沒有殘餘的花 也要留意葉的顏色均勻 和葉片有沒有破開 買盆吉的寓意 即大吉大利開花結果 選購方面 要選一些結實多和大的 細心由地下 看上去上面整個盆吉 整個外觀 由外至內 欣賞它的枝葉 是不是真的翠綠 這樣為之好 在水仙方面 選花頭要大 開花就會較多 還有一種就是 卯丹 寓意幸福圓滿 富貴吉祥和雍容華貴 要留意枝幹要不直和翠綠 花朵要夠鮮艷 最後就是五代銅塘 有保佑一家人的平安 代代銅塘 老少安康的意思 要留意果實 是否新鮮光滑 飽滿 呈現橙黃色 而沒有黑點為之好 今年的疫情關係 可能花的價格 有可能會便宜些 但是我現在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各種比較受歡迎的蓮花 他們的價錢大約是怎樣 你們有個預算 劍蘭大約是10至15元一枝 當然如果你買就不是買一枝 桃花如果是4至6呎 一棵大約是400至1000元 如果約1萬元一棵 要去到9至10呎以上 八盒是28至38元一枝 金八盒是68至88元一枝 水仙頭是10至40元 一個不等的 年吉一盤大約是180至400元 如果你說今年經濟不太好 很多人都沒有工做 至於他們會不會減價呢 到時候才知道 不知道你們喜不喜歡我今天的介紹 接下來我都喜歡和大家分享一些更新的資訊 因為很多人上班都未必有空 看完整份報紙 我會選一些你們有需要想知道的資訊 因為我會說一些比較主題 和你們的生活息息相關的 希望你們喜歡我今天的介紹 記得看完影片幫我分享訂閱和Like 和最低限度給我一個表情符號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